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美国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热酷出炉,带西杜克短酷风靡1970S 2.网络之光,亚马逊点燃电商火1994 3.冷战齐局,国际太空战和平共处1998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等我们说说热酷出炉 带西杜克短酷风靡1970S 各位亲爱的时尚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件曾经在时尚界掀起一阵旋风的单品 带西杜克短酷 这可不是普通的短酷 而是一种能让人回想起70年代热辣夏日 自由奔放青春的时尚象征 首先,让我们时光倒流到1970年代的美国 当时,电视剧《杜克农场》The Dukes of Hazard正风靡全美 而剧中的女主角戴西杜克,Daisy Duke 由性感迷人的凯瑟琳·巴赫·Catherine Buck 饰演 她穿着的紧身牛仔短酷迅速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 这些短酷不仅短 而且短的可以让你怀疑 它们是否在进行一场布料节约运动 它们紧绷的贴,合住身体 旁扶在大喊 看到我,我是自由的华山 但西杜克短酷的魅力 在于它们不仅展现了穿着者的大胆与自信 还无声地宣告了性解放和女性力量的崛起 当然,这种短酷并不是人人都能驾驭的 它们需要一双长而健美的腿 以及一分大胆的时尚态度 但这并没有阻止它们成为当时年轻女性的衣橱必备 从海滩到街头 从舞台到日常生活 戴西杜克短酷无处不在 它们成为了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期的一个文化符号 不过,正如所有时尚潮流一样 戴西杜克短酷的热潮最终也逐渐退去 但它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些老照片和复古时尚的回忆 还有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情感共鸣 每当夏日来临 短酷重新成为街头的常客 我们总会想起那个有着热酷 迪斯科舞曲和自由精神的年代 所以,下次当你在炎炎夏日中看到一双穿着紧身短酷的眉腿走过 不妨微笑并向那个让短酷成为时尚传奇的年代之境 毕竟,时尚是个轮回 谁知道呢 也许下一个夏天 戴西杜克短酷又会以某重新颖的形式回归我们的视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网络之光 亚马逊点燃电商火1994 各位网络时代的远征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改变的购物方式 让你的信用卡不自绝间就飞出钱包的神奇地方 亚马逊 Amazon 这个故事要从上古时代 也就是1994年说起 当时的互联网还是个婴儿 而亚马逊则是那个让他开始学走路的魔法师 在那个古老的时代 人们还习惯于实体店面购物 想要买书 走进书店 翻翻书页 排队结账 但是 有一位名叫杰夫 贝佐斯 Jeff Bezos的先知先觉者 他在网络的浩瀚星空中看到了一颗闪闪发光的新 电子商务 他认为 网络将是下一个商业革命的战场 于是他创立了亚马逊 一开始只卖书 为是模式书呢 因为书是标准化商品 不需要试穿 也不怕尺寸不合 而且种类繁多 没有任何一家实体书店 能够存放全世界所有的书籍 贝佐斯看准了这一点 他的亚马逊就像是一个无边无际的虚拟书架 让你坐在家里就能买到全世界的书 当时的人们对于在网上输入信用卡资讯感到恐惧 就像是把自己的钱包扔进黑洞一样 不知道会发生死模式 但是 亚马逊通过提供安全的交易保证和优质的客户服务 逐渐获得了消费者的信任 他就像是一个网络世界的活把手 照亮了电商的道路 让人们看到了购物的新未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亚马逊不再只卖书 他开始卖电子产品 玩具 衣服 食品 甚至是家具和汽车 他从一个网上书店变成了一个 卖你能想到的一切的万能商店 亚马逊还创造了Prime会员制度 提供免费快速运送 让人们的购物欲望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 无法自拔 亚马逊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 有时候 一个小小的火花就能点燃整片森林 贝佐斯用他的远见和创新 不仅点燃了电商的火焰 更是引爆了整个网络经济的大爆炸 如今 亚马逊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商平台之一 而我们 也成了他那不断扩张宇宙中的忠实星球居民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亚马逊上一键下单时 不妨想想 那个遥远的1994年 一个小小的网站 如何开始了他的星际征服之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冷战棋局 国际太空战和平共处1998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那个时候 当世界上最大的对手决定在太空中 搭个帐篷 共同烤棉花糖的故事吧 想象一下 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就像两个顽皮的孩子 在地球的后院互相比拼谁的玩具飞得更高 更快 他们各自拥 有强大的火箭和卫星 就像是太空版的乐高积木 只不过这些积木 可以把对方的卫星打下来 或者更糟 把核弹送到对方的家门口 但是 到了1998年 这两个孩子似乎长大了一些 或者至少他们的父母 也就是政治领袖 决定让他们在沙坑里和平共处 这就是国际太空战 ISS的诞生 一个宇宙中的和平相指 让曾经的敌人变成了室友 国际太空战 就像是一个太空中的联合国 除了没有那么多的辩论 和更多的科学实验 美国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大把的资金 而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的继承者 则带来了丰富的太空飞行经验 和那些能够长期在太空中生存的 坚固太空船 当然 这个和平共处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想象一下 你和你的宿敌被迫在一个 只有足球场大小的金属罐 投理共同生活 而且 还得共用一个微型厕所 这绝对考验住彼此的耐心和外交技巧 但是 ISS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国际合作的典范 它不仅仅是美国和俄罗斯的合作 还包括了来自欧洲 日本 加拿大等多个国家的太空机构 这个太空站证明了 即使在地球上有助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 人类仍然可以在太空中携手合作 追求共同的科学目标 所以 当你下次抬头仰望星空 看到那个 以每小时两万八千公里的速度 绕地球飞行的亮点时 记得那不仅仅是一个科技奇迹 也是一个冷战后人类和平共处的象征 而且 谁知道呢 也许太空站里的宇航员们正位在一起 分享着地球上最好的太空食品 冻前冰淇淋 并且对着地球下面那些无休止争吵的政治家们 轻轻地摇头微笑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回顾了几个有趣的时尚 科技和太空历史事件 戴希杜克短裤让我们 回到了七十年代的炎炎夏日 感受到了那个自由奔放的年代 亚马逊则是改变了我们购物方式的革命者 让我们坐在家里 就能买到全世界的商品 而国际太空站则是冷战后人类和平共处的象征 让我们看到了即使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分歧的国家 也能在太空中携手合作 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 那就是人类的创造力和勇气 无论是时尚界的革新 科技界的突破还是太空探索的开拓 都需要人们敢于冒险 敢于尝试新事物 正是这种勇气和创造力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在这个充满创新和变革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改变世界的推动者 无论你是时尚爱好者 科技迷还是太空探索的狂热者 你都可以在自己的领域内发挥创造力 推动世界向前迈进 最后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 一起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对这些事件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时尚、科技和太空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交流 一起创造属于我们的未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